那么我们怎么样使五脏气由阴转阳 就是刚才那个口诀叫燃 燃烧的燃 你必须使自己五脏六腑里面的光 都能生起来 然后燃使里面的阴得以转化成阳 这是修炼中很关键的这个部分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燃呢 这个你不能够把自己弄把火点了吧 对不对 既然要燃烧 那我投在火里面 凤凰人家进火里就重生了 你进火就成骨灰了 所以你只能自然 就是自己燃这把火 这个就是什么 要练功夫 无论你学佛 你学道 你学任何一个门派 你不懂得这个燃的这个功夫 你不可能转变自己的喜怒哀乐 悲恐惊 七情六欲 你只有把体力的气转换了 你才能够真正的转换自己的情绪 所以有时我想发脾气 是你的意念想发脾气 不是 是你的体内的肝脏里面的气太阴 这个阴的目 它要让你发脾气 有的时候你的发脾气叫下意识的发脾气 什么意思 你发完脾气才发现自己后悔了 不应该发脾气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呢 你因为是不受你的意识控制的 那个炸药包点着火一定会爆炸的 你坐在那 你把炸药包点着了 然后在那念证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爆炸 阿弥陀佛不要爆炸 等会儿还是爆炸了 不是吗 你非得把肝里面的阴木给转了 转了没有那个炸药包了 你用不用念佛法 但是你讲的那个念佛法是假的 你在那念阿弥陀佛名号念什么 你想压制的是假的 你要用换气法 同样念阿弥陀佛 你要往内里面 使五脏六腑震动 使那个气能够光化 这就念对了 你说我要念十万声 念一万声 念多少遍 越念越想发脾气 越念越完蛋 什么原因 你没有念对 没有向内念 没有真正转化物质 在后面要教给大家这些方法 就是通过念佛 你真能转化 五脏六腑的阴阳气 光是你把它转成阳还不行 你还要转到真的这个水平 我们说一种物质 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都有三种属性 除了阴阳属性 还有一种属性叫真 真的就是 它是什么 就是一种光明 没有阴阳属性 超越阴阳属性 这是我们修炼 要重视的 转化的要成光 要自然 要靠什么 要靠什么 所以你们现在人有福 都用过液化器吧 以前都是烧草木的 现在用液化器 Guess 然后要有气 要有气 万气本根 要有气才能燃烧 这个气就是德 道德的德 就是德明能量 德明能量 有了你才能够自然 你才能够用这个燃起来的光 去化自己体内的阴阳